欢迎收看小李说秋28比26中国锯牌 终于拿下了第一局 这个是太举重了 我都又哭了 整体来说都打得非常好 说实话整个过程说实话 插波人鲁 四个字插波人鲁 首先咱们说日本 说日本咱们这必须得夸仰日本 日本是打不分死的小强 今天这张核强都看出来了 没有两个核弹 日本它是二战的贵头强 就是没有这两个核弹 人家要给天皇遇罪 知道吗 传销差不多的一个核弹 也就是恶性核弹 今天就是日本 你就不赢我一两分 我就一分一分盯着你 最终是盯到了28分 我们拿了28分 真的很危险 因为我说实话 日本的进攻 它整体来玩 它比往次一点 但日本的防守可比我们好多了 可比我们防得好多了 我们的优势它就是有李盈盈 后边还得多亏王云露 后边在这27分这一分太关键了 27分这21分关键 然后还有这王远 在那一分也非常关键 反正就要记住这一个团队 不能让一个人 就只能靠一个人 你靠一个人永远赢不得 就是现在你只要靠零赢 现在我觉得这一把还打得挺好 现在是一个开始 后面两局呢 我希望女孩姑娘还是拼吧 拼下日本呢 大家就都休息嘛 拼完日本 打捷克可以上另外一波赢了 对吧 让金燕王亦竹打一打 捷克输就输了呗 输了就你保存体力啊 这么大都费劲 这场这场你看着就累 从应该是8点开始 打到8点45 一场就打到45 明天明天 打捷克什么时间 给大家看一看 打捷克不是明天 就是后期 类似呀 不轮换 必须得该轮换还是轮换 今天红榜的话 说实话 我没觉得王梦杰 除了后边的一个球 黄的好 我没感觉 王梦杰这个自由人 今天表现得多好 这就是我之前讲的 我们的所有球员 在对到强队 是吧 亚洲强队 日本的时候 我们的所有球员 还能不能表现得 像前两场一样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后天打 明天没有打的 后天和大后天 分别是这个捷克和巴西 第一局我觉得 几个以上 几个以上 我觉得 如果要我打的 我能给75分 说到这里 第二局马上就开始了 小日本的眼神 这日本娘 日本姑娘 日本女人这个眼神 真的是要杀你 必须得干他们 说的吗 今天必须得给他 打两个核弹头 让他看看我们的 让他看看我们的能力 说到这里 又赢了吗 又挑衅来了 最烦日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